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感,有美感,有故事 中学生Podcast带给你无限可能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 而身心灵辅导是激发这种潜能的钥匙 在面对困境时,不要忘记你内心深处的坚韧和勇气 让我们一同勇敢面对自己的极限 超越心灵的障碍,走向更高的境界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明明白白我的心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云璇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走晚心老师 晚心老师拥有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资商,荣誉学士学位 并且他目前是在新华中学担任训导助理老师 老师您好 哈喽,大家好 云璇,你好 那这期节目讨论的是睡眠健康 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而深层的睡眠 因为良好的睡眠是生命活力跟幸福感的源泉嘛 然而呢,许多人在追寻这一神秘密码时 感到困惑和无助 事实上呢,打造健康的睡眠习惯呢,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巧或者昂贵的设备 当我们以恒定的规律和愉悦的心情迎接夜晚时 睡眠就不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题 而是我们每天重要的自我投资 那首先,开众名义想要请问老师的是 当青少年睡眠不足 将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又有哪一些具体的心理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呢?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到底睡眠跟心理健康有什么关系? 其实很多人其实都看不到这个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关性 我们心理健康之所以要健康吧 OK,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一个规律性 其实我们的人的本性是很崇尚就是规律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作息打乱的时候 其实呢,它会间接性或直接性的去影响我们心理 那青少年睡眠不足,它是怎样影响心理健康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 不要讲青少年吧 包括老师我,其实也多多少都会 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 我们很常会影响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情 可以想想一下早上一起来 然后就感觉到好疲惫 而好不相动 可是呢,还是要上课对吧? 那呢,就会努力的再调试自己 嗯,好,我一定要起床 嗯,不然的话我会被记框课 就类似有这样子一个画面的发生 所以呢,就会强迫自己起来 可是我们细细的去观察一下自己 诶,在这当中其实那个情绪是怎样的 是不是带有点烦躁 会带有一点不爽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沮丧 就会怀疑自己 唉,为什么我要读书啊? 这种的情绪呢 如果它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会成为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情绪 那如果只是一天两天睡眠不足 之后再调回起来 那个心情,那个情绪 就会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长时间呢 它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这一天或这一个星期 或很长时间都处在一个 很焦虑,很忧郁,很烦躁的一个状况 于轩你可以猜猜看 当我们人处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时候 我们带着这个情绪去上课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认为首先可能就是会不专注于学业了 然后再来的话可能会把我自己身上的负面情绪 带给我的同学啊 我的老师或者我的家人 是,真是如此 然后呢,我们人呢又会反思 哎呀,我不应该这样 我身为学生,我应该要专心上课 对吧? 对 然后呢,我是我的朋友的好朋友 我应该要把他们带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情绪啊 或者是觉得,哎,我的负面情绪已经伤害到他们了 所以会有种内疚的感觉 甚至到家人 我的一个不耐烦 还是我的一个冲动之下 就可能情绪影响到我们 觉得很烦躁的时候 就冲动这样的一些后悔的话 就会影响到关系 那其实长期下来 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呢 它就会影响到心理的一个健康 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去解释自己到底怎么的 然后呢,又造成很多的误会 然后这些的误会呢,又一直在烦着他 然后时间久了 他的一个心情跟整个情绪的状态 就是那种比较低落的一个状况 那低落呢,其实很容易就会跟一个精神疾病挂伤挂钩 你猜一下什么? 情绪症? 对 如果是焦虑呢? 烦躁呢? 焦虑烦躁啊? 嗯,有焦虑症吗? 有 还有恐慌症,还有很多很多啦 当然他不会是讲 我熬夜了,我长时间 比较低的一个情绪 很常拥有焦虑啊,忧郁就会等于是精神疾病 不是这样子的啊 嗯,精神疾病呢,是需要精神科来诊断的 可是呢,他存在的一个风险就在里面 因为他的症状其实有点像是 就是精神疾病的症状 其中有几项就是睡眠 睡不到 心情低落 或者是心情亢奋或心情焦虑 或是想法很多 没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呢,这就是还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当然这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 可能至少要六个月以上 就可能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啊 那如果我们自己知道 睡眠不足了,我们有自觉性的去调整 那其实呢,就会降低蛮多的风险 OK,明白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 青少年他们使用非常多的电子产品 像是手机啊,打游戏啊 我们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哦 那这些电子产品 对我们青少年的睡眠质量有什么影响 当这个问题发生了 过后我们青少年应该通过什么的渠道 去减少电子产品对睡眠的负面影响呢 哇,这个电子产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对的 我先来讲一下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胜利的表现 首先呢,我们的新陈代谢是很快的 我不懂你会不会有发现 其实你吃了东西不久 你会感觉到很快就饿了 会吗?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哦 当我们新陈代谢很快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体就一直在去制造很多一些精力 那我也有发现啦 就是当我们其实一直在玩电子产品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一个比较停止的状态 对吧 就是我们手 只是手指动 然后手没有动 身体也没有动 脚也没有动 所以呢,这些精力要怎么发现呢? 我跟你说很难发现出来的 玩游戏啊 看短视频啊 其实是不会让我们发现到我们身体的一个精力的 嗯 所以呢,它就会变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要睡觉前 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还没有想要睡觉的感觉 因为我们身体的那个能量还在里面 感受它还想要你继续动 毕竟白天没有被满足到嘛 那第二个就是成瘾的一个表现 我们的电子产品哦 其实有一点点的小邪恶 为什么我讲小邪恶呢? 是因为呢 好像我们流行的短视频 大概几秒钟啊 还是就很快就完成了的一个视频啊 还有一些电竞游戏 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很多的多巴胺 你知道多巴胺是什么东西吗? 多巴胺可能会让我们有更多的能量 更加精神 不会说疲倦 对 是的 它是主要会提神哦 会让你觉得很愉悦 所以我整个大脑状态就是很开心 它非常的兴奋 哇,看到那个短视频很有趣 哇,很开心 电竞 哇,玩到很爽啊 很开心 当然输了就不开心了 OK,赢的话就会很开心很开心 可是无论输赢都好 它都在刺激着我们的多巴胺 让它一直在神 这个问题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首先我们的大脑会过度的活跃 你想看一下 白天已经没有什么运动了 一直在那边按手机 然后里面的内容呢 它是那种比较刺激性的 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可能更加有能量 然后无法入眠 就是一直很精神嘛 然后大脑也是处在很开心的状态 如果玩游戏的话 可能会想要一直继续玩 继续玩 这样子的状态 对,对,你讲得真好 的确是 所以就很难入眠 这些电子产品就是很直接性的 就是对青少年的睡眠质量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因为连入睡都有困难了 我努力努力努力的入睡 终于睡下去了 可是我起来为什么还这么累? 我觉得是没有达到很深层的睡眠 然后可能要睡觉前 都是在逼自己入睡 然后没有处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去睡觉 对,你讲得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算很辛苦的逼自己入睡 可是早上起来还是依然很累 是因为我们进入的睡眠时间太短了 或者是完全没有进入深层的一个睡眠时间 所以我们睡眠的质量自然就很差 怎样去减少电子产品对睡眠的负面影响呢 首先它是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自控力 就是有意识性的想要去减少这个行为 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识 而不是被我们的欲望牵着走 所以要怎样去做呢 我相信有一些apps 它是有设定一些的模式 是会让你停止使用那个手机 甚至里面的软件的 还有一个就是电话的管理 或是电脑啊 tap的管理 也就是说 我们使用它们一定有一个目标性 好像example 我的功课需要用到电脑 所以呢 我会在这几个小时里面用完它 用完之后我就不会再碰 同样的手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社交媒体的管理 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是把所有的社交媒体的 那个通知的那个meshes都关掉了 你有这样子的习惯吗 我不太有 不过如果是我很确定 这个时候我是可能有一个事情要做的话 我会把他的notification给关掉 对对对 那我基本上是把所有的都关掉了 因为我觉得很干扰 可是呢 青少年其实在这个阶段 有一个特征是非常在意 他人的一个眼光 跟一个认同感 有时候青少年就会去关注 哇我放了一个东西有多少的like 还是我朋友啊 他写了什么 或者是最近有什么讨论的事情啊 我要去关注这样子 所以我会一直开着那个通知的部分 然后就一直看那个直信 但其实哦 这对我们的大脑来讲 是一个过量过载的一个过程来的 因为太快啊 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很活跃 没有办法放松下来 如果要管理起来的话 就要把这些的社交媒体的 那个通讯的那个通知呢 都关掉 或者是只开一些 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OK 所以呢我先讲一下 这是需要去特地规划跟练习的行为来的 好明白 那我们文章中刚刚有提到说 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 在我们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那睡眠不足 如何可能影响到这块脑区的功能发育 然后又可以进而影响到 我们青少年的决策的能力 或者是情绪调控的能力 我先来讲一下我们大脑前额叶的 一个主要的功能 那其实我们在青少年的这段时间 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才刚刚发育而已 所以呢它的一个功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会需要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 跟意志冲动的行为 我相信我在学校都有观察到 其实大概在13到15岁的青少年呢 就会很容易做出一些很过激的行为 就有一种就是他一想哦 他就要做出来 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性 前额叶其实也算是叫做理性嘛 当我的这个理性呢还没有发育好 我就会形成一个行为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今天我生气了 我早上起来我很不爽 我超不爽的 然后呢我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去学校了 我去了学校呢 我的隔壁座 他就一直弄我 一直度我度我 一直要跟我讲话 可是我很不爽 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就是 哇我很想叫他点哦 叫他安静 然后呢我就会马上立刻做 我就会大声的在整个班上之间骂他 你可以安静嘛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理性脑还没有发挥作用 因为其实在那个场合 是不适合做这个行为对吧 对 对所以呢我们理性脑还没有发挥这个作用呢 他就做出了这个冲动性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前而业的一个功能 那谈到睡眠不足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在13到15岁哦 是虽然是比较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难以控制自己的一个冲动的一个时期 但是呢 其实他是一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的行为 还有调节的行为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时期来的 当睡眠不足的时候 他会没有办法学习到自我控制 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 因为呢长期下来呢 他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我可能是因为我的情绪 我的突然间的想法 然后做出了一些决策性的东西 然后这个决策性的东西 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因为我的理性脑没有帮我去过一轮 然后才做出的一个决策 所以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所以很多会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 例如我和了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他也很生气 又给我和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殉导处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被骂 然后可能会被记过 因为干扰特事的次序 所以这个过程 他的后果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对于现在处在青少年的我们 我们会感到特别容易 会陷入睡眠不足的循环 那文章中有提到吗 心理因素跟生理因素 是如何增加我们睡眠的困难 跟睡眠质量的下降的风险呢 好 我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青少年会特别容易陷入睡眠不足的循环 我先要讲一个概念啊 就是其实生活作息的习惯 它是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失踪的 如果我们长时间都告诉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多的睡眠 但事实上我们就是需要这么多的睡眠 例如来讲我早上五点起来 我就准备去上课 然后上到三点多 我又去参加活动 又五点才回家 那家里吃饭睡觉啊 娱乐一下沟通一下 最后做一下功课就十一点十二点 最美的时间是一点十二点睡啦 最不好的就是一点两点睡 这时候其实这种生活作息就在告诉我们的生理失踪 诶 你真正的睡眠是在一点 像我们的生理失踪哦 一点睡 所以一点才会有睡意 然后五点就起来了 所以我睡几个小时啊 睡四个小时 那这四个小时对于青春期来讲呢 是够的吗 我觉得不够 对 不够 其实青春期的人最少要睡七个小时 才可以满足到我们的那个身体跟大脑的需求 所以呢 睡四个小时 简直就是睡眠不足 然后又陷入这个死循环里面 因为生理失踪已经定下来了 除非有一天他就是陷入过度疲惫的时候 他才会倒下去 可能那个时间就会混乱 他又要重新再调回来了 在文章中有提到就是 心理跟生理的因素是怎样去增加他们入睡困难 还有影响他们睡眠品质 我先来讲一下在心理上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 我非常的可以同理到 现代的青少年其实面对的是相当多的压力 我觉得也是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互联网的一个发展 然后让呢 青少年本在这个比较敏感 比较在意他人眼光 需要他人的一个认同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面他们非常容易感觉到疲累的一个感觉 因为会不小心或不自觉或无法控制的去在意社交媒体上面讲的东西 所以从中下来呢 那个压力性是很大的 加上课业的一个难度 然后自我的一个追求 还有一个迷茫 迷茫也是会有压力的 所以这种压力下来呢 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大包袱 这种很多的压力 自己没有办法去调节跟适应的 所以就把它背在那个身上 所以是相当的一个蛮难以呼吸的一个感觉 我不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没有耶 就虽然有时候可能考试期间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如果平时的话就比较少 就考试期间会比较明显哦 这样子你的一个调节的压力的能力相当强的 我是觉得还好啦 没有到太严重 当然身边有出现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例子 可能就是真的是一是无法入睡 而是因为种种的压力啊 考试压力啊 小考啊 或者社团啊 比赛啊 他们都会因为这样子而无法入睡 或者大脑太亢奋了 这些到明夜早上才睡着 或者那种美国时间日夜颠倒都有发生过 对对 其实像这种 这种也是一种压力耶 没有办法入睡也是一种压力的 然后又加上情绪上的一个起伏性很大 比较容易的起伏 例如犹豫啊 亢奋啊 生气啊 然后失落啊 焦虑啊 担忧啊 这种情绪一直在里面跳舞 就好像inside out 2这样的 我这种感情绪在打架 在吵架 然后呢 甚至有一些的想法上面 有些青少年的想法会有一种完美主义 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不只要做好 我还要做得很好 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要求 所以呢 这样子一个很长时间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心里的 真的会影响它的一个入睡 还有睡眠的那个资料 那接下来是生理上的 我刚才有讲到一个是作息的时间 那还有一种叫做肌肉的紧绷跟僵硬 例如我们在焦虑的时候 其实我们头是很紧的 颈向也很紧的 肌肉很紧绷 没有办法放松呢 这样子也很难入睡 因为那个血管已经被压着 很紧张 OK 好 然后呢 生理性的不舒服啊 疼痛啊 也是会影响睡眠的咯 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睡眠的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人的一个健康的睡眠是有五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最关键的入睡阶段 入睡阶段其实要做好很多的准备 心情的准备 有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大脑的准备 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大脑的music关下来 让它安静下来 然后身体的准备 我有没有刚刚做完运动 适当的运动其实会让我们的心跳啊 血光都蛮亢奋的 最后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肌肉的放松啊 有没有开始放松下来啊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没有起早就是规划好我们的环境 那个灯光关下来 慢慢变暗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是因为我们大脑呢 有一个会分泌一个叫做吞回激素的 在没有灯的情况之下 它才会分泌出来 它分泌出来了之后呢 它才会想要睡觉 让你进入入睡的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浅眠 就是很容易被叫醒 你刚睡一下 你又很容易起来这种 接下来会进入第三第四阶段 叫做生成睡眠期 就是我们看自己有没有睡眠质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期 这个期呢 它会是让我们的心跳放得非常的慢 然后我们血流的非常的慢 可是它慢慢的情况之下 它就进行各个的肌肉的修复 各个器官的修复 还有补充营养 所以它会让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人是精神的 那第五阶段就是 REN 快速演动睡眠阶段 就是我们很容易做梦的阶段 这个阶段哦 大脑是很active的 所以会做梦 然后心跳是很快的 就是像我们平常这样的心跳 可是呢 它会预防你梦游 所以大脑会分泌一个基数是让整个视纸瘫痪 然后让你没办法动的 其实一个周期呢 好像我们从第一到第五的阶段呢 OK 它是一周期是90分钟 通常呢 第一个周期呢 它是我们的黄金睡眠时间 因为它是可以真正的走向完整生成睡眠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是因为我们总共要走至少五个阶段 所以在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睡眠就会越来越浅 所以就会慢慢的没有再经历生成的一个睡眠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模式 OK好 那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在这期节目中的老师跟我们分享 同时也探讨了很多不同方向的睡眠问题 那希望各位听众都有所收获 那今天的Podcast节目就告一段了 让我们一起成为睡眠小达人 揭开这个神秘密码的面纱 卖下更健康更充实的生活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 希望在明明白白我的心中 您能够收获到更多的知识和启发 想要重温节目内容 请访问中时尚官网 脸书 IG YouTube 稍微平台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